县府支持偏乡及原住民学校发展体育特色教学 鼓励明侯国中等九所学校提报需求 顺利争取到教育部核定高达1146万元的补助计划 用以充实各校、射箭、排球等体育器材设备 县长林明珍也特别前往水里明侯国中 鼓励射箭队的教练及同学 希望在争取新的设施器材后能继续创造佳击 县长林明珍关心偏乡学校体育教学设备部署问题 在教育处长陆振威、议员全文才 县长特助林如斌的陪同下 前往水里明侯国中鼓励射箭队、教练及学生 林县长视察由全大运金牌选手出身的教练 黄瑞泽带领的明侯射箭队 看了同学练习之后 林县长也施设了三线体会学生训练情形 同时也鼓励同学能够进行练习 争取在各项水清运动的夹击为宪政光 今年在我们南投县的八首国民、国中、国小 我们争取了将近1166万经费 宪政要配有50万 那么其中兵和国庄这个射箭的器材 就要大概就给补出了118万 那相信有这一笔经费 我们可以把射箭的设施 还有这个射箭的场地 能够改善得更完美 让我们的学生有一个完美的射箭练习场 将来把练习的忧郁的成绩 参加全线全国的比赛 能够获得这个名列前茅 对我们南投县是一项非常好的光荣事 议员全文才以及县长特助林如斌 鼓励射箭队在获得新的器材设备之后 能够再接再厉争取更好的成绩 今天县长来我们这里 来到明儿国中 为了他们的射箭队 再提供一些资金 让他们能够再购买一些体育用品 或者是场地的一些改善 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有好的场地 有安全的场地能够训练 期盼以后 我们明儿国中的学子们 能够有更好的成绩 为我们国中明儿国中 还有我们的县 能够争取最佳的荣誉 想其实它可以变成这个区域的特色 那刚好明儿国中这个位置 刚好附近有紧邻的 人和 明儿 双龙 坦南 地利的国小 那其实可以有透过这些国小 那有兴趣射箭的学生 可以集中到我们明儿国中这边一起来练习 然后从小 从国小开始培训 然后一直到国中 然后形成一连串的教育养成 那以后可能也可以代表南投县 去参加运动会的比赛 我想应该都可以获得一个良好的夹击 明儿国中校长 以及社舰队同学 十分感谢县长 议员 以及教育处的协助帮忙 让选手可以无后顾之忧 全力争取夹击 我们的训练的器材都是从普利国中 还有大成国中用柴船移步的方式转过来 那这次我们得到了一百多万的补助 让我们可以很有规划的去采购 这个很专业的器材 还有训练器材 让我们这个设定队能够在有这样的设备之后 能够得到更专精的训练 也能够创造学校另一个亮点 更为我们县里面争取更大的光荣 因为我们的工都很久了 然后可能会有一点互差 然后就是有新的工的话 可以更认真的联系 因为得来不易 而且一百工都很贵面 如果有新的工的话 可能成绩也会有比较上升 县府教育处指出 民和国中校长全正文更引进射箭运动 带领学生从传统圆明射箭 跨足国际正式比赛的反曲弓射箭运动领域 今年争取到教育部一百多万元补助 县府也补助了二十多万元 为民和射箭队签购包括比赛专用的反曲弓等新器材 希望学生能够尽情练习争取夹击 为个人、学校以及南投县争光 记者赛事期水里相采访报导 在一段时间中发生的活动 文化中组织 详织